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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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都在比拼 谁胖了两斤 谁胖了三斤 每个都有这种噩梦 香港倒没有 香港之前春节前一个月 香港政府我觉得真好的 不断那种在宣传提醒香港市民 你吃尖堆 吃一个那个什么年糕 萝卜糕等于吃了五碗饭 这样 所有的卡路里 所有热量 全部告诉你们香港人 那你会听吗 你会听吗 问题是 我从来不听 真的 你们帮我断一断 这事怎么样 怎么比 那天我们说2017 每人说一个关键词 对吧 就是表明你2017的愿望 嘉辉说了个赶快 是吧 又停 又停了 韦杰说了个别急 这俩一对 是吧 有俩一起出去的吧 快快快 我不能说 快快 我没说 那我只能说等等 你这行 你这行 你孩子都两个了 你还等 等等 我就觉得 那天我犹豫 但是我没说 因为我还没下决心 我本来准备讲两个字 就是放弃 是不是对别的放弃 对这个肉成堆的放弃 因为我觉得现在啊 这个随时岁数的增长 你知道吗 我这个减肥太辛苦了 你们看到我 你就很多人说你胖了 其实你们应该流泪的 你要知道我 因为你要这么去理解我 我20多岁的 我是 我应该是168斤的体重 但是我常年保持在这个情况下 你得这么看 就是所以 我现在我要稍胖一点 那就已经是一个人何等的毅力 已经维持到这个程度 你关键 我跟你每次你唠叨你胖 我都说没有这个感觉 我们见不得胖子太多了 你就是自己看自己 你就是跟屏幕上 看不见 你知道吗 那看不见不就完了吗 看不见不就完了吗 谁说的 减肥我可不是为了你们减的 单人行里头这个挡 桌子挡的最多的就是你了 我现在犹豫就说 嘉辉你说索性对有些事 是不是就算了 我就做个胖子了 对吧 就是 我该吃吃 该喝喝 怎么地 怎么地 干嘛呢 歧视胖子吗 看你有没有受到伤害 有时候 经常受到伤害 主要是自己伤害自己 不是 我告诉你 刚他说的是对的 我们看起来瘦瘦 中年嘛 腰围什么都有些 不应该有的肥肉 那平常都穿衣服收起来 有时候是去演讲 什么之后签名 那有人过来拍照女粉丝 过来拍照 好喜欢 乙气是吧 乙气气 当然乙气啊 拍照要挺啊 他一手要踏在你的腰 然后就算了 手马上弹开 好像大欺惊 他也觉得 可能觉得尴尬 哎呀 不好意思 说他没讲出来 可是你看到他表情 对对对 好像发现了你什么秘密 这个英文有个词叫做 love handle 就是爱的把手 就是那人跟你好 就是你的爱人 不是会这么搂着 就是放手的地方 就是个把手 关注是我们没有爱啊 我跟那个徒者没有爱 你手 而且最伤害就是 我说他的反应 他摸到钱包 他不是把手 他就是杖手 哈哈哈哈 你们你们两个大男人 也太脆了 好想那些 有一次我那个 有一位女读者 那反应太强烈 强烈到我 还要倒过来安慰她 说不用紧张 不怕 肥肉而已 不咬人 你知道吗 就好像那紧张到 想哭啊 现在碰见女读者 你就应该学那些抗议 希拉里的那些女 妇女们 对吧 抓回去嘛 那只能让她摸你 她们摸我没事 我碰都不行了 我都这样 好像打地铁验嘛 拍照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要么呢 一个标准动作 手踏过去 不要碰到肩膀 悬空 都是这样 没有白头发的八岁 这个老太太是可怕的 你们这个 到了这个年纪 没有肥肉的 叔叔是变态的 你要这样想 昨天还有观众给我留言说 周老师你胖了 大概内分泌失调 我就是那点没什么嘛 就一乐而已嘛 对对对 但这嘉辉既然讲到女读者 对吧 我们的正题也该来到了 咱们这个春节特别节目 对吧 书香门第 每个人推荐一本书 今天到了嘉辉 嘉辉 半集的时间也过去了 反正你推荐的书好坏 所谓不大 不行不行 要认真的讲 我推荐严格来说 不是一本书 是套书 当然是其实是想推荐的作家 这叫陈映珍嘛 陈映珍去年 这是12月份去世的 那他简单来说 就是在台湾长大的作家 写很多主义 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作家 很有批判力的 他对当时的60年代 70年代甚至80年代的国民党 然后也对资本主义不太满意 他觉得一定要有一个社会主义的统一的中国 这才是中国人的未来光荣等等 那他的小说 还有不说其他批判的文章 小说是对我这一代的 现在五字头以上的这一代 喜欢读文学类的书的文化人 影响很大 到今天像张洪志张大春 每个人都说我们心中有个小小的陈映珍 因为他用文学 他觉得文学这是为了追求理想 文学是为了帮助受苦的人 帮他们说话 那我们就算后来没有做到 可是说心里就受到这股感召 所以我们这一辈的好多好多的 对于文学的定义 它的价值就是这样追求 所以他的书我就想推荐 其中特别有一系列的小说 是70年代末期 为什么好几本呢 它是这一套呢 就是陈映珍作品集 陈映珍的这个 我的弟弟康雄 万商帝君 那为什么文涛说好几本呢 因为这个我后来前十年前 碰到陈大哥嘛 在香港嘛 我特别要求他签你 我说陈大哥你是我的媒婆 咱们可以看看图片 咱们可以看看图片 我说你是我的媒婆 这是万商帝君 再看下边 你再看下边 这家会里念一下 因为这次首先是1988年6月23号 我太太生育当时是女朋友嘛 我送给她 我说每只生育快乐永远快乐 那后来到了2009年 就是21年后 碰到陈映珍 我就请她签名 我说陈大哥 当时我在追我的女朋友 这是我生育太太 就靠了这套书骗了她的 哦 然后 当时一整套书 好像一万多台币了 二十多年前啊 你再看看这张照片 然后我就那个 买了给她 我太太好感动 这就是陈映珍 然后呢 一看长得就像个理想主义者 是吧 社会主义乖巧 有种族性的范儿 反正起码是这个炮妞神器嘛 每只 咱们先骑下广告 枪枪三言性广告之后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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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句什么话 没有 刚说到怎么样说话给人家听 人家会听到觉得你真了解我 经常有一句话一定重的 一定说重的 我说文涛我觉得你这个人有两面性 有时候碰到谁都愿意公开自己 跟人家交心 可是别人不知道 你往往呢 其实是把自己收的很紧 想一个人 享受一个人的孤独 对吧 你一定觉得 对啊 我对啊 谁都说准 对 所以就是说 我就说那个王蒙老爷子 是吧 说话就特让我爱听 因为我说我这个失眠 他就有一次就跟我讲 你这个人的毛病啊 就是太灵了 就是人呢 不要那么样的聪明 还是就是顿一点的好 哎 我今天高兴 但是这个灵 我刚刚说我 我估计跟谁都跟我说 不不不 这个这个话是很有道理的 你知道这个渡边春衣 还是村上春衣 忘了是谁说的 渡边春衣 对 专门说过一个事叫顿感力 其实你感觉太敏感了 是不幸的 有时候顿一点啊 尤其是在家庭婚姻生活中啊 你会看到傻开心的更高兴一些 那可是你觉得像陈应珍这样的人呢 我倒挺 我其实特别想听你说说 我觉得他就是那种负担特别特别重吧 对对 背负着人类 他不是个零不零的问题 他就是那种责任感 当然他有他个人生活上面很好玩很幽默的一面 可是的确是他追求社会主义嘛 特别在台湾后来整个变化 他是追求统一的嘛 台湾的变化好像跟他期待有距离啊 像十年前他跟太太来香港 然后我跟我太太就是被我叫炮溜神器追到的太太 送了一套书 花了一万多块台币就娶到一个老婆 2500块钱 比越南信仰主义 对 后来当然娶了老婆之后 这辈子亏了不值得 现在知道谁是赢家 然后有话说回来 我请他们陈大哥夫妻吃泰国菜喝酒 三个小时他就跟我讲 从列宁马克思开始讲起 讲到中国的社会主义未来 我到最后就说陈大哥先吃吧 这个生的虾蛮好吃的 先吃点这个资本主义的视频 先再谈论这位 那个就是背负 那个他理想 可是正正那是 对我那一代的读书人非常感动 比方说我特别想讲 里面一个一篇 其中一篇小说 叫什么夜行货车 晚上走的货车 是他一系列叫做华盛顿大楼 那系列的短篇小说里面的 是说当时70年代末期 基本主义在台湾兴起台北 所以他描述整个转型 简单来说就是说 在一家美国的跨国公司里面 男男女女啊 什么姓啊 潜规则啊 什么婚外情啊 都搞了 然后呢一个男一个女的 女的就是外省二代 父亲是国民党的人逃去台湾 破落了他出了工作 男的在本省在台湾南部去打工了 好了闲话收题 到最后呢 结局是什么 是一个老外的总经理 他在2.9年会里面 就讲话 羞辱了中国人 就讲了什么F people 什么Sicking Chinese 然后呢那个男的就好生气 就站起来说 对不起 你欠我们中国人一个盗窃 一个认真的盗窃 然后为了表示我这个愤怒 我直接不干 OK 就这样 然后呢 然后就跟着那个女的一起 本来那个女的怀了她的小孩 然后就要去美国一个人 要分手了 然后到最后结局呢 就是那个男的 就跟那个女的说 你别去 跟我走 回 我们回故乡去 南部是她的原乡嘛 回去我们故乡 然后当时就有一个 一辆的夜行货车在前面走过 那个影像很奇怪的 就永远这么多年在我心中 我总是希望找到一个女的 有一天说走 我们回去 不顾一切的回去 那你先得让她怀孕 后来那个结果是我老婆 她会跟我回家 就这样 所以呢本来就像子东嘛 也要读一段了 谁都得读一段 我要选一段 可是问题是我的普通话太好了 观众很多观众的听力不太好 不太听得懂我的普通话 所以我就委托邀请 那个不肯读我小说的文韬 对对对 用这种方式 绑架她读一点 对对对对 一定要读一小段 你读嘛 没关系的 她骂完那个洋人 要跑出去跟她女朋友 走出去 从一辆计程车开始 很短 你真的让我替你读 你来读她听得出情感 没有听众好好好 听力很差的 那我就知道 一锦夜读了 一辆计程车 邀请式的在他们身边 迟缓的开着 詹逸宏就是你说这个 詹逸宏和善的向司机摇了摇头 那车子便一溜烟开向前去 在她沉默的在这个女的她 她这个这个跟她的这个女人 在她沉默的望着远去的车灯时 詹逸宏把她的右手拉了起来 把那一枚景泰兰戒指套了上去 她开始流泪 别出去了 这个男的她说 别出去了 她安静的说 跟我回乡下去 对啊 我最喜欢这段 很感动 你跟你太子求婚 是不是copy这个景泰兰戒指 说起来惭愧 我到今天都心里一个不舒服的地方 我们没求婚 然后结婚 在台湾公正结婚嘛 穿个牛仔裤 还被那个 要两个证婚人 我在台湾没朋友叫一个 还叫我朋友 随便找个五毛 还当我证婚人 没有戒指 好像去哪里戒了一个戒指 很惭愧 我欠我太太一个很认真的婚礼 说好了 咱今天这个承诺啊 到时候我们都去贺礼啊 你不是要借钱吗 就不用借 你要真给你太太来一个婚礼 我一定把你借的那个数啊 给十分之一给 是没问题的 好 那我在结婚的时候 一定请 别偷换概念 不是在结婚 反正都一样吧 嘉辉 你为什么对这一段格外要挑出来情有独钟 没有 因为我当时八零年代在台湾 也真的在台北读书工作 真的看到一个资本主义的城市的游戏的兴起 然后看到我身边好多台湾本土 从高雄台南台中去工作读书的朋友 很不适应的 他们总是觉得我没办法要来发展要来建立 可是又觉得怪怪的 那时候罗大又不是有一首名曲吗 其中一句 说台北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没有 没有霓虹灯 对 就是描述当时的台北生活的人 这种感觉 大家总是觉得 我在这里 我总会回去的 特别当他们受伤啊 可能工作上面受伤 或者说爱情情伤 就要回去南部 疗伤止痛 因为可能你这样问 我倒是认真的想说 我们在香港没退路 那时候在香港 那时候跟大陆 我们也去旅游的机会 没有今天的多嘛 我们在香港对我来说 这是我的故乡 这是我的未来 比方说 我看到我台北的同学啊 情商 他可以突然跑回高雄 住一个月 家里会给你安慰啊 供养你吃喝啊 我们香港退路 退去哪 跳海一条路 对啊 没有办法 可能因为自己没有的 我更对这种可以走 我们回南部去 就回乡的感觉 这么来的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这个嘉辉说的让我想起我们有一次我跟文道到台湾拍一个节目 哎 我觉得啊 这个台湾你看都是华人社会啊 台湾和大陆 他有有时候感觉有点时空交错的感觉 比方说大陆现在到了一个什么 就是那些个留在北上广的人 他们活不下去了 这竞争又激烈过去活不下去 那么 但是他有家乡可回吗 完全不是一个选项 因为家乡已经凋零破败 或者说不存在那种家乡 是这么一种情况和河水土壤都被毒化污染了 但是你看在那个时候的台湾就早期资本主义的时候 有些人就出现这种乡愁 像他说罗大佑 就台北的这种都市画霓虹灯 他感到不不适应 但是他受了情伤啊 他还原乡还在 你像我们上次去台湾 那个种那个稻米的地方 我们就会感觉到台湾的这个有些个农民 后来你跟他一聊啊 他跟咱们一位大陆那种农民不一样 他原来都是台北的工程师 所以我说你这就是陶渊明啊 现在陶渊明 他们就是很多人就是台北的工程师 就是真的就是厌倦了那种都市的生活 自己回到乡村 当然人的乡村环境也好 对一个是这种真正的乡土的这个家乡 还有一个是不是你像读这种书 还是不是当时有种构建精神家园的感觉 因为我刚刚听你读 我就觉得他的东西好像首先触动你的 是他的文学 因为我刚才也翻了一下嘛 他文字很很有力量 我觉得就是他那个文学很感人 到其次可能那时候 我不知道有没有注意过 他主张的这个主义 那个主义 其实所有的主义 他画到里面都是 关乎个人内心的精神的这个东西 就像我以前读那个张成志的东西 都也没有在意到这个人主张什么 他有一套 他就是自己的这个逻辑嘛 心灵学嘛 对你首先是觉得 还有他的那个散文也很好 首先你是觉得他文字很有力量 给你一种精神上好像构建出一套 特别他有个叫清洁的精神嘛 就特别纯洁的东西 我不知道像陈寅珍是不是也给你这个感觉 那当然里面文字上面的精神的召唤 理想主义的召唤 还有一点呢 假如我们阅读一个人的作品呢 这是你要作者本身做的什么 比方说他是被国民党抓过 做了一下一阵子挠 据说是什么呢 他交集年轻人嘛 十来二十岁出头 交集读资本论 结果读书会读资本论 在台湾是禁书啊 结果续了还没读到第二页被抓 被破坏 好运啊 他说我今天我读完再再抓好不好 那读到第二页就抓了 香港的是不是也进左派的东西 好像香港因为四九年之后就一直进左派文艺 而且我跟你说 这里边真的是有一种错乱中的荒谬 你比方说他去世在北京 我们都知道 他跟这个咱们这边关系比较好 咱们比较认他 可是呢 至少我知道大陆有一部分学者 后来就觉得跟他越来越谈不拢 而他自己呢 而他是认同社会主义 是吧 过去马克思共产党这一套 可是呢 他后来他在大陆他看到这些改革开放 他对全球化全球资本主义 忧心冲冲还是重重 就是他的家园回不去了 他主张的那个精神 对 他就觉得他也看着很很恍范 你知道吗 就是说我本来剩下你这头的 但是你这头 怎么现在开始全球化了 就是在后期的情况有点尴尬 可是说回前面的吸引力就是说 他做了什么 除了因为坐过牢嘛 觉得哇 烈士什么 英雄 另外呢就是他出来 从出江湖80年代 出来写小说 办了个人间杂志 报导 那个报导文学 其中一出来第一个事情是什么 当时有一个台湾的年轻人三包 原住民 叫原住民 当时叫三包 去台北打工 后来反正好像被雇主剥削 很生气 他把雇主一家五口杀掉 好像杀掉三个还是四个 坐牢啊 好像要叛死啊 那陈映真带领大家做一个运动 因为他本身是教徒 很好玩 他又是那个马克思主义者 对 然后他说 不要杀他 包杀人 我们要理解 他受到剥削 受到压迫 我们要和解 要爱包容 这故事放到今天也讲得通啊 一些富士康的 我觉得也挺像 这个感觉 这就是他优先的很多东西